你知道古代人为了送情报使了多少个心眼吗? 古希腊会利用奴隶的头皮来传送密报 他们把奴隶的头发剃光 然后再刺上情报 等头发长出来之后 奴隶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送信了 等抵达目的之后 这名奴隶会再次被剃成光头 完成情报的传递 不过我就在想 用这种方式来传递情报 应该也没有那么紧急吧 不然接收情报的人 在等奴隶长头发的日子当中 黄花菜都要等凉了 所以同样还是古希腊人 但是早急一点的古希腊人 还发明了密码棒来传递情报 他们把一根带子缠在目棍上 沿着目棍一行一行的写下情报 只有知道目棍的精确的出息 才能够正确解读出密报的内容 尺寸一旦选错 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字母了 有意思的是 斯巴达军队就曾缴获一条特殊的腰带 上面写满了希腊字母 斯巴达将军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但是有一天 他无意当中就把腰带缠在了宝剑上 忽然眼前一亮 将军竟然误打误撞地解读出了密钥的内容 这就是斯巴达腰带的由来了 在我国 情报加密更是历史悠久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梗 叫做极其七颗龙珠就能够召唤神龙了 其实这样的操作 早在三千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存在了 讲出这个妙计的就是 周朝的开国元勋 香子牙 有一次 叛军包围了周军指挥大营 江太公就急需要回朝班兵 他怕姓氏一望机密 又怕周文王不认识姓氏耽误大事 就将自己心爱的鱼竿折成了几节 每节长短不一 各代表一件军机要令 让姓氏牢记不得外传 姓氏几经周折回到朝中 周文王立马就认出了江太公的鱼竿 亲自率兵解救了姜太公 事后姜太公将鱼竿传信的方式 加以改进发明了阴符 他将一块符分为两半 皇帝和将军各拿一半 将军只有将两块符合而为一时 才可以行使调兵遣将的权力 等到了秦始皇时期 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信件加密方式了 官员上奏的竹简奏折 会用绳子来绑好 绳子上面绘乎一块泥团 在泥桑的印上细印 泥团在火上烤干 变印之后由侍卫承送给秦始皇 亲自来查验 如果皇帝收到的皱褶和风铃完好 那就表示皱褶没有在图中被偷看 这种方法沿用至今 就变成了我们购买的电子产品上 都会贴着的一个小标签 叫做撕毁无效了 因为在小标签下面有一个小螺丝 如果要拆机就必须要卸下这个螺丝 收货人员如果看到这个标签没有了 就会认为你失字拆机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 一种更有技术含量的加密手段就出现了 那就是很少叠战骗骚扰剧情的摩尔斯电码了 它发明于1837年 是一种早期的数字化通信形式 通过点线的不同组合来传达信息 虽然摩尔斯电码的加密等级已经非常高了 但只要拿到解密母本 密码就能够被破解了 所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一种几乎疯神的密码机诞生了 那就是德国发明的恩尼格玛密码机了 恩尼格玛密码机加入了转子 这种设置使得同一个字母在情报的不同位置时 会被不同的字母给替换掉 如果在不知道转子规律的情况下 通过暴力破解法一次次的尝试破译 将要在一亿亿种可能性当中找到正确的那一个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存在 因此恩尼格玛密码机还有另外一个更为形象的名字 迷 希特勒称他为神都没有办法破译的世界第一密码机 但是墙中只有墙中手 英国计算机之父图灵就带领团队研发出了谜的破译机了 他也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炸弹 正如其名 被拦截的德国情报几乎都被炸弹给炸开了 如今互联网已经家喻户晓了 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 通信加密的核心技术也升级为了量子密钥分发 它使通信的双方都能够产生 并分享一个随机的安全的密钥来加密和解密消息 如果有第三方试图窃听密码这通信的双方都会觉察出来的 目前我国已经成功构建出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网络 为实现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 奠定了科学与技术的基础了 当然时间有限 在一个视频里面想要再把它解释清楚呢 就很难了 大家要是想听的话 就在留言里面写上想听二字 呼声多呢 我就尽快安排了